有人來了有人來了 他下車了他下車了 去哪裡 哈嘍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晚上晚上不要暗區突圍 今天要來埋伏敵人的車輛 那我這場呢沒有配其他隊友 怕有人呢破壞我的計畫 我開場位置在地圖的最左邊 那我這場我有叫我車子出來 我們先去第一個埋伏點 這集裝箱會是黃色的 然後旁邊會有台這個機器 這機器可以掃描出 這張地圖哪一個集裝箱有棉堡 然後他掃描出來了 把牧場右邊 OK這邊有東西我可以走了 現在埋伏敵人其實還蠻多方式啦 等一下我們就要找一個地方 躲在集裝箱旁邊 所以我們車子不能被敵人看到 我們要稍微 停遠一點點 這台車耶 車還在那表示保險箱還在 欸 全部被開完了 哇 來晚了 把他關起來吧 這個草叢比較密 我們就躲在這邊 等下有敵人來的話呢 我們就使用燃燒瓶 燒他們啦 現在就躲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稍微等待一下 空頭 都沒人來 我覺得我們可能換個點好了 這場沒有敵人來撿棉堡 我們去蹲空頭好了 到了到了到了 欸這空頭沒人開 看一下 法拉 哦 驚爆雕像 小驚 我們一樣把這個關起來 剛剛那邊沒蹲到人 我們換蹲這個 空頭機率比較大啦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車子一樣藏起來 我們藏在山坡上好了 只要敵人開車過來的時候 不會看到有車子 他就不會有警覺心 這個礦區的部分很多玩家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 看到空頭沒人開 一定會開啊 因為空頭 有機率直接出大金 然後我上次要測的時候呢 就是直接在 棉堡就開出大金了 所以就直接撤離了 棉堡蹲不到人就來這邊蹲了 欸這點不錯耶 因為他這個空頭都隨機掉的 我先測一下 這位置可以 丟的到就好了 然後燃燒瓶比較怕丟到自己而已 我們現在是一個 由上往下丟 所以我們要先測試一下位置對不對 拋物線一定要出來 欸這樣拋物線沒出來 蹲著可以 所以等一下敵人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蹲著 這樣丟上去呢 應該是蠻順的 我準備了兩個燃燒瓶 還有一顆進攻手榴彈 等等看會有多少人來 欸有車身 有人來了有人來了 他下車了他下車了 我要等他上車一瞬間再丟 因為上車後呢 他就沒地方跑 去哪裡 爆了 再丟一個巴拉 哈哈他飛走了 一顆 只有一隻而已 不過他裝備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好 可惜啊 沒有抓到一整隊 如果有一整隊就 很棒了 四隻一起收 哇 他的裝備不錯耶 他RPK耶 還有一把 還有一件 攻擊甲 這個攻擊甲有面熟 很像是那個 柏雷羅的 服裝 還有他有東西 還有東西 哎呀 四射的而已 他一定超不爽 這個就是卑鄙的外鄉人的玩法 我先把他背包 拿回來 然後他這邊有個問號 哦 他有開到小金辣 從 礦洞鑰匙 我們把這把槍丟了吧 他有一把槍可以撿 分兩批 好 警光光了 我們上去整理裝備 我們不要在那邊停留 在那邊整理太危險了 這件是那個柏雷羅的服裝吧 五萬哦 然後這個 不知道是柏雷羅的槍耶 他去打BOSS吧 所以我不用打BOSS在這邊蹲點 還可以蹲到人 太壞了 好啦 整理完畢 我們可以準備撤離了 蹲好蹲滿 這場 二十三萬 第一個點沒蹲到人 第二個空頭點呢 就蹲到人了 所以測試起來 空頭點比較容易蹲到敵人 然後他被我藍燒民燒到腳 所以他剛剛好像有趴地吧 然後我手彈丟出去 想說不要讓他有機會逃跑 所以人丟頭植物都丟了 最後就把他給炸死了 這個裝備壞掉呢 能不能賣呢 可以 可以賣 四萬四 然後我撿到一個小金 又開到一個小金 一萬五 礦洞鑰匙 這個賣出去的話 一萬九 一萬八 還行啦 好啦 這場就分享一下 外鄉人的卑鄙玩法 總之就是呢 埋伏敵人的車輛很多方式 不管是躲在草叢後面也好 總之就是要一個誘因 有時候可能敵人的 車輛旁邊有屍體 敵人也會下車減 那你可以埋伏在旁邊 空頭目前測試是 敵人下車率最高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 綿寶箱那些地方 或者是BOSS附近 都有可能會有玩家來 這時候呢 你只要去 丟他的車輛 就有機會呢 讓他倒地 然後最後擊殺他 拿他的裝備 這集呢 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他影片 可以幫你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 同時鈴鐺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